许多年纪大的长者 有时候容易忘记自己有在开火烹调食物 以不注意就会发生火灾或瓦斯外泄的危险 我们年纪大的会容易忘记 有没有开瓦斯我们都会忘记 我们都很注重这个安全问题 有鉴于时序渐渐进入冬季 不论生活取暖还是用电取暖 另外还有家户必备的瓦斯 不论是烹调食物还是取热水沐浴 这些东西若使用不剩就容易造成危险 尤其平乡地区普遍存在长者独居 因此南投县消防局浦里中心分队 特地前往部落进行用火 及使用瓦斯的安全宣导 最主要我们还是因为冬天已经即将要到来 那大家可能用火用电 包括你可能还会有烤火的问题 会产生一些一氧化碳 那瓦斯的部分也是因为冬天到了 天气冷会关闭门窗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宣导 就是避免让我们的住民不会有在这个 夜晚化碳之下中毒的风险 能够安全地度过每一年的冬天 就是瓦斯罐跟瓦斯桶洗澡都要放外面 里面是蜜蜂的 我们也 我们不到瓦斯位都不知道 就是建议我们尽量改善 在这次宣导活动中 也鼓励加户安装住景器 来减少火灾夺命的风险 同时也对近来频繁发生的地震 做预防灾害的宣导 希望让部落族人再次强化安全意识 避免冬季居家常见的意外发生 也是新闻No南投仁爱草鹏报导